枪声大作警方大声呵斥 民众拍下枪手跟远警 恐怖拨火瞬间 美国当地时间14号早上 一名枪手闯进华府 近郊棒球场冷血扫射 包括共和党党边 史蒂夫斯卡莱斯臀部被射中 索性综艺之后已经脱离险境 当时国会议员跟助理都在场上练球 目击者表示枪手身穿蓝色衬衫 靠近他们询问是共和党员还是民主党员 一听到是共和党就开始开枪扫射 晚安人员立刻反击 警方也迅速到场支援 最后击毙枪手 枪手曾在脸书上多次批评川普 还说要摧毁川普帝国 是否因为政党倾向而犯案 警方还要再调查 无路有偶旧金山也发生枪击案 快递龙头UPS办公室 一名员工大开杀戒 随后引弹轻声 警方立刻封锁周边 疏散所有员工 至于枪手动机还有待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运气 赞 订阅 转发 顿转发 顶较